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耳科赵医生 那么现在看到的视频呢 还是我用耳内镜对外耳道叮咛 以及开片的这个不是叮咛 是一个异物了 这是一个小朋友 一个亮晶晶的 大概可能是后来取出来看的 质地像是一个塑料片之类的 表面可能是衣服或者是什么视频上的这种装饰品 小朋友好奇把它放到耳朵里 在去别的医院的时候 大家不太感动 因为紧贴在骨膜上 这个位置做操作孩子不能配合 你可以看到这个孩子脑部晃动的比较厉害 采用负压吸引器的方法把它取出来 然后我再想检查一下骨膜的时候呢 这个孩子有点哭闹了 不让动了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讲道理了 只能采用恐吓的方法了 这个骨膜是完整的 没有损伤 刚才那个衣物就贴在这儿 整个在贴在这个区域 碰到这种小朋友的这种弯绕衣物 如果不能很好的配合 那么很有可能是需要在全麻下进行手术操作的 所以一定要提醒这个家长 一个是对儿童平常日常的这种教育 还有一个就是说一旦出现的话 千万不要自己去随便动啊 因为这包括我操作 说实话我都有点后怕 因为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 吸引器啊 如果孩子突然发生剧烈的扭动 会损伤外耳道 甚至骨膜啊 这个对孩子来讲造成的麻烦是很大的 还好那个在操作的功能很顺利啊 否则这个要去全麻的话 家长确实要出于血了 这个很厉害 顺便提一下 今天有微博问答的朋友 外地的朋友 关于这个万二道单之流的这种咨询 耳内镜并不是说万能的 他只是帮我们帮我们的事业 会提供的更好 视野更大 在操作过程当中更加的准确一点 但是并不是说有了耳内镜 就可以外耳道单之流的取出 就一如反掌 这也不是的 如果你们看过之前 耳内镜的单之流的清理啊 长的有花几个小时的 当然我放出来的视频 是经过剪辑处理的 而且那个操作患者 也是很不舒服啊 其中还有一粒 后来去手使 在全麻下操作了 虽然说在我这儿呢 外耳道单之流可以尝试在门诊 无麻醉下进行 但是如果疼痛特别厉害的话 那就得考虑考虑要不要多花点钱 因为这个全身麻醉的费用是比较高的 一次全麻大致跟麻醉的时间 还有每个人具体的身体的素质条件不一样 一般是在1000开始起步 如果身体有特殊疾病 麻醉要有些特殊的选择 全麻可能会3000甚至到5000 这是一笔不小的花销 但是相比这个身体的痛苦来讲 这个大家自己衡量吧 好 言归正传 眼前呢 这个还是一个普通的丁宁 这个也是存留的时间比较长 那么用勾枝清理 外耳道的这个毛发比较多 这也是它为什么 丁宁会堵塞的比较多的一个原因 一个是分泌量比较大 第二个呢 外耳道的毛发多 它可能自然的自节功能要差一些 还有一个呢 可能也是日常没有定期的体检清理 因为它早期清理的话 难度要小得多 像堵成这样 就要稍微费点劲了 如果没有耳雷镜的话 采用点药 冲洗的方法 或者是吸引器的方法 我一般是不太赞成使用这个冲洗的方法 但是有些 咱们基层的一些单位呢 可能负压吸引器未必能都有 所以呢 冲洗的方法也是比较常用的 这个也是要看具体的情况 当然冲洗的时候 有一个风险 就是万一你的骨膜上有窗孔 我昨天放的那个视频当中呢 就是把清理完以后发现 那个骨膜上有一个陈旧的窗孔 以前有个外伤 这一粒还可以吧 硬度呢 这个硬度有点讨厌 不像是牛肉干那种 勾住了就直接能够带出来了 就像勾在红酒瓶塞子上 这个硬度有点偏软 勾汁一勾吧 它有点碎了 还好啊 所以这个 其实 清理钉银在耳科医生当中呢 是耳科医生技巧 最简单的一个 可能很多 大级别的医生 有点看不上啊 不太愿意亲自动手 我接触了很多病人 从别的医院 甚至有从外地来的 去挂了这个专家号以后呢 结果操作的都是学生 甚至有的可能还是 听说有的地方还有 护士同事在操作啊 这个也是根据各地的情况吧 这个我们也不太好说什么 然后 这个基本上这侧 右侧的耳朵 耳内镜的这种 很多地方呢 还是把耳内镜 作为一种检查的工具 只是看一下 它来做门诊操作的不太多 就我所知呢 有个别的 就是耳科专业当中呢 耳科专业的医生 有个别用的 大部分有的医院 就没有 或者是配备了 也只是说用它来看一下 有点类似于我们 鼻内镜最早开展手术的时候一样 当时呢 鼻内镜的操作呢 很多也就是用鼻内镜来看 手术啊 都没有用它做 内镜技术呢 是耳鼻头科领域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啊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 包括像显微镜技术 像我们做中耳的时候 显微镜技术 这是刚才那个朋友的左侧啊 这个天赋一柄 左边的耳朵啊 对 这两天因为家里的这个私事 私事比较多啊 抱歉啊 中间接个电话 刚才说到哪了啊 继续清理 这是刚才那个朋友的左侧的耳朵啊 天赋一柄 确实 两边都是硬菜啊 对 再次强调一下 跟大家啊 这个硬菜呢 很多人没有什么特别自觉感觉啊 所谓的你耳朵痒啊 比如说掏东也掏不出来 甚至很多人觉得我 外耳朵都抠到了 这个常常是不是的 我在视频里边也多次提到这个事情啊 因为很多跑来甚至是家号看病等很长时间的朋友呢 呃 这个 其实一个是在就近检查一下 如果特别难弄的话 可以到我这来啊 如果 其实像外耳道这个检查很容易啊 外耳道的检查对大多数人来说 不一定要通过耳内镜检查 很多医生用肉眼都可以看到啊 特别还有这个 要说一下这个所谓的 你自己觉得抠到了这个硬的东西 但出不来 那往往是抠到了外耳道的一个隆起 因为我们的外耳道并不是一个大支筒的啊 不是说像一个水杯啊 那么光滑 它有些地方 有勾勾坎坎的 有地方有凸起啊 这外耳勺子 很有可能是 抠到了哪个凸起的地方啊 真正自己发现硬菜的 少之又少啊 就不是百里挑一的 可能是千里挑一的 所以我也提醒大家啊 我要节省时间啊 为了节省你的精力啊 如果有些朋友觉得耳朵痒 可以就近啊 在医院检查一下 耳朵痒 基本上跟丁宁没有太大关系啊 有的人是湿疹 有的人是真菌 我最近有几个朋友 从外地跑过来啊 有真菌的 有两例比较复杂的真菌 确实在当地处理不了 折腾了很长时间 过来花了点精力 花了点心思 弄好 还不错啊 顺便给自己说一下 我在头条 因为头条 它不具有医疗咨询的功能啊 如果有朋友 看底下留言 经常有这种上千的留言当中呢 有朋友在询问我的联系方式啊 可以通过我新浪的微博啊 也是耳科招医生 新浪微博 或者是好大夫在线啊 很多人用过这个医疗咨询的平台 是中国最大的 好大夫在线里边 是我的名字 赵亮啊 北京电力医院的赵亮 就可以找到我 通过这两个平台呢 它是正式的医疗咨询平台啊 我们可以做这种医疗的咨询 近日头条和微博的私信啊 实在是没有办法去逐一回复 因为内容量实在是太大了 尽量就是上千上百这种 好 左侧的这个叮咛 继续往外清理 最近家里这个 感觉人到中年啊 压力山大啊 经常是 家里会在私事啊 这两天 所以微博也好啊 头条的那个头条圈也好 就没有再怎么更新啊 但是这个视频 该放还是放出来吧 左边这个 看上一边像杏仁杆的啊 对杏仁杆 杏仁这个好像 以前没怎么说过 这个质地 亮度还是不错的 好 先去检查一下骨膜 你看这个表面 对 它这段稍微有一个 局部的一个像坎似的 挖二勺的有时候 够到这上面 你就会觉得像够到 硬菜一样 实际上什么都没有 好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